演技穿越光影的辉煌旅程 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名为艾伦 Alan的影帝 他的演技惊人 几乎无人能及 他在影坛上享有极高的声誉 每一次的演出都能深深打动观众的心 但是即使是在事业巅峰的时候 艾伦也感到了一丝空虚 一天 当他正在拍摄一部大型电影时 意外发生了 在一场特效爆炸中 他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接着就失去了意识 当他再度醒来时 发现自己身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艾伦迅速发现 他身体里的灵魂竟然穿越到了一个名叫 维斯利 Wesley的八线小演员身上 这个世界跟他习惯的那个世界完全不同 维斯利是个默默无名的演员 演艺事业一直处于低谷 但这并没有让艾伦气馁 相反的 他决定利用自己强大的演技和知识 来改变这个处境 起初 他感到困惑和茫然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一切 但是 他开始通过维斯利的身份参与各种小剧场的演出 并逐渐展现出自己的天赋 他以非凡的天分和超凡的表演能力 在不知名的舞台上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和尊重 艾伦很快学会了适应这个世界 并意识到在这八线的小演员身份下 他可以自由发挥自己的演技 他开始接受各种不同的角色挑战 每一次的演出都像是一场独特的表演 他的名字开始在娱乐圈内传开 被誉为一位才华洋溢的星星 这些成就让艾伦感到满足 但他始终念念不忘自己原本的身份 演艺事业的成功并没有填满他内心的空虚感 他开始思考如何回到原来的世界 但同时也担心离开这里会让维斯利失去一切 在演技和能力的加持下 艾伦获得了一个大型电影的机会 这是他能回到原来世界的唯一机会 但是 他在这时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之中 他意识到离开这个世界 意味着离开了他在这里所建立起来的一切 同时 他也发现在这里 他不仅仅是个杰出的演员 还成为了许多人生活中的希望和启发 最终 艾伦做出了一个艰难的抉择 他决定留在这个世界 用自己的才华和能力继续影响着人们 他知道自己或许无法回到原来的世界 但这里也成为了他新的家园 一个他可以真正发挥影响力 的地方 在维斯利的身份下 他继续奋斗 成为了首屈一指的大影帝 但更重要的是 他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偶像和启发 他学会了在不同身份下 寻找快乐和满足 并用自己的才华 照亮了无数人的人生 即使无法回到原来的世界 他也找到了一种新的意义和使命 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位演技超凡的影帝 经历穿越和身份转换后 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和价值所在 无论深处何方 他的才华都能成为光芒 照亮他人的生命 艾伦在这个新世界中 体验到了许多从未有过的情感和体验 他发现自己深处的这个八线小演员的身份 虽然地位低微 但却拥有更多的平凡人生活 所不能带来的满足和喜悦 透过维斯利这个身份 他接触到了更多平凡人的生活 看到了他们的烦恼 快乐和渴望 他开始主动参与社区活动 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这些行为也让他更贴近这个世界的人们 然而 随着他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功 他也开始感受到压力和烦忧 在追求成名和成功的过程中 他发现自己在保护自己原有的价值观和情感上感到有些失落 他开始怀念自己原来的生活 怀念在演技上的纯粹追求 而非仅仅是名利 在一次慈善演出中 艾伦遇见了一位孤儿院的小男孩 名叫艾迪 这个小男孩的纯真和善良深深触动了艾伦的心 他发现自己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 几乎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演技不仅是为了获得赞誉和名利 更是为了影响和改变他人的生活 这个意识让艾伦重新思考自己的方向 他开始寻找一种平衡 一种既能在演艺事业中取得成功 同时也能保持自己的真实情感和价值观的平衡 他开始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将自己的名气和资源用于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这段时间的转变也让艾伦重新评估自己的选择 当他得知有机会回到原来的世界时 他感到迷惘 他知道回去意味着失去了在这个世界所建立起来的一切 失去了他在这里所影响的人们 而同时他也发现自己已经在这里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意义 在艾迪的启发下 艾伦最终做出了决定 他决定留在这个世界 继续用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为更多人带来希望和改变 他不再寻求回到原来的世界 而是坚定地走在了自己选择的道路上 艾伦成为了这个世界的一个偶像 但更重要的是 他成为了一个影响力 一个改变者 他学会了在不同身份下找到自己的快乐和意义 并用自己的才华和热情照亮了无数人的生活 在他这个新的身份下 他持续发展自己的演技 同时也坚持着自己的价值观 他不仅仅是一个成功的演员 更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他以自己的行动鼓舞着更多人 让他们相信艺术的力量和自己的价值 这个故事告诉了人们 成功并不仅仅是成名和财富 更是在影响他人生活的过程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价值 艾伦的旅程不仅是一段穿越 更是一段心灵的成长和探索之旅 他用自己的演技和心灵感动了无数人 成为了他们心中的一束光芒 这个故事最终告诉人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和使命 无论深处何方 都能够用自己的热情和才华影响着这个世界